大家好,我是毒奶 今天我要说一个法国人穿越到古代 靠着孙子兵法和36G走上人生巅峰的故事 片名时空穿越者 男主是油画修复师 又一个经常出差的妻子 这天由于熊孩子在一旁捣乱 男主忘了关掉水龙头 导致工作室被水淹没不知所措 里面的油画几乎团灭 男主宣布破产 为了减轻家庭负担 善解人意的妻子 选择出轨和老王好上了 看到老王这个同道中人 道友男主选择了原谅 毕竟妻子还收留男主 让他继续住在家里 至于三日之后的生活嘛 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 那就是T 这晚男主遇到诡异的事情 时间竟然被暂停了 只有男主可以行动 他叫做月 男主就像卡地图Bug一样沉入地下 他穿过时间隧道来到土著部落 还没弄清楚发生了什么 男主就被士兵一路追杀 慌不择路的他躲进山洞 遇到三米高的食人巨魔 危机时刻他再次穿越返回现代 男主将经历告诉亲朋好友 但并没有人相信 他们甚至给男主推荐了精神科医生 此日时间又被暂停了 男主穿越后 巫师给了他一颗果子 让他能听懂古代语言 原来巫师等人都是奴隶 食人魔部落统治他们 为了摆脱奴隶生活 巫师找到一块预言木板 上面写着 旧事主来自未来 会带领他们走向胜利 于是巫师用木板上的咒语 让男主穿越过来 至于为什么穿越的时候 会时间暂停 那就要套用鲁迅说的话 欲试不绝 量子力学 解释不通 穿越时空 面对众人的求贤若渴 男主却选择了拒绝 他表示自己只是个废柴 让他们另请高明 当然了 巫师还是很讲道理的嘛 他心品气和的交流一番 让男主完成使命 既然现实生活如此的操弹 男主决定留在古代 开始第二人生 他先是穿越回去 恶不兵书战法 比如战争论36G 还有孙子兵法 男主还建了个仿真纱盘 提升军事水平 可惜的是 这里不是米国 买不到枪 不然 他就能让食人魔明白 大人时代变了 买不到枪的男主 只好退而求资 把珍藏多年的武器 法棍面包掏了出来 看到装备如此的拉眼 巫师将村子里最好的剑 交给男主 还手把手叫他辟邪剑法 神功大成的男主 秒杀部落士兵 这让奴隶们信心大增 准备发起战争 哦当然了 打仗之前肯定是要热热身的嘛 男主就找来一对姑娘 让自己血脉奋章 轻囊相授 做完早操的男主 教导奴隶制造弓箭 随后他独闯龙坛 用嘲讽技能 把士兵骗了出来 等他们进入包围圈后 奴隶使出一招万箭齐发 士兵几乎团灭 食人魔也狼狈离开 当上国王的男主 开始大新图目 他从现代拖来材料配方 以及设计图 建立奢侈的皇宫 除此之外 男主还娶了十几个老婆 夜夜升歌 不过在长期的007制度下 奴隶们是痛不欲生 甚至怀念 起食人魔统治的生活 奴隶们揭竿而起 暴君男主摔下神摊 无奈的他只好返回现代 重新过着颓废的生活 偶然间一副油画鼓舞了男主 他重操就业 继续当修复师 不但如此 男主还结识了女友婷婷 正当双方要深入交流的时候 男主又穿越了 原来 巫师想完成预言 让男主打败食人魔 两人被困在山洞 进行最后决战 尽管食人魔看起来很强 实际上他是个战武渣 男主扔出长矛 轻轻松松干掉了他 本以为自己取得胜利 会深得民心 结果 正当男主要被吃掉的时候 卫兵破坏预言木板 让他返回现代 结局最后 巫师谋朝篡位 建立辉煌的国家 当上国王后 他还假惺惺的给男主 造了个雕像 而现实世界 妻子甩掉老王和男主 和好如初 婷婷则被当成小三 只好放弃这段感情 故事就此结束 最后问下大家 如果穿越后 遇到这群雕迷 你会怎么做呢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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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岭